紅方鄉親親你來 後代你來 紅方鄉親親你來 後代你來 紅方鄉親愛的 紅方鄉親親說 致公子 因為你都是 你知道要做什麼 所以現在是誰在打 別人在打 50歲 電競對一般長者真的是一個 一個對腦筋很靈 是一種靈活度非常高的 可是一定要 是 也不說辛苦啦 就是說覺得說 你要有這種心 有向上的心 就是有認為說我不服輸 我活這麼大馬鈴基 我怎麼可能 這個小小挫折就讓我打敗 被我打敗了 我一開始 接觸那個英雄聯盟 又害怕 又高興想說 起碼這個 算是我的新的一個 一個知識 一個那個 我想說 我試看看 所以我每個禮拜三 都沒有風雨無骨 風雨無阻 就到中立的那個 坐火車到中立的那個健行 沙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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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個好像對我們的腦好像還不錯 就是腦力急轉彎還不錯 然後手腳 這個手腳真的手 手不是腳 手 這樣運用還蠻 蠻靈活的 他負面情緒是很大的 但是他比任何人都還要努力 因為他是我看過 花最多時間去練習的一個選手 然後他也會 自己私底下也會問我們很多角色的問題 就是雖然他常常講一些負面的話 其實他這個人是很樂觀積極的 然後也很喜歡玩 讓我感激受免我這個遊戲 反正他的ID是跟布蘭水有關的 對 跟布蘭水有關 然後還是改成了 對 後來就改成了 那他其實後來又比較稀奇的 讓我又回來去抓那個圖內 有這兩個人跟他蠻平靈的 這兩個人是會贏的 這兩個人是會贏的 當這些年紀大的長輩 願意來玩這遊戲 一定是很難得可貴的事情的 那當他們願意玩這遊戲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應該讓他們去體會這遊戲的樂趣 而不是就是什麼 一路的被虐這樣子 然後 因為我覺得被虐久這件事情 會打到心態崩潰 可是 剛剛導致於 因為我看到他們 我也覺得很對不起他 感覺是 我沒把他們交好 才讓他們崩這麼快 在跳舞 跳舞 有啊 就屬於幾年半上面有 你說那個青年舞 我耗在那邊耗下去 不行 我一個頭都吃不下去 對 天氣來 破壞 破壞 啊 可以可以 待會兒走不好 他就 好嗎